鲁钩是用不了了 看看 这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八号线为的 太细了 然后呢我要重新做一个 现在把这个铁 转线给它烧红 用一个粗的 这样就不会变形了 先把这铁烧红 然后给它打出形犯来 这一个结实的炉口就成平 这就不会变形 这咱的材料又来了 现在准备 准备给里边这个铺上砖 地面高低不平 有沙子也埋的 然后我哥又找朋友 他的仓库里头好多这种 这种应该是什么砖 大理石的 大理石这个路面砖 然后把它铺上 现在把这个修理了 然后用砖码出了一个 这叫什么坑 坑坑吧 不然的话 沙子会往下塌陷 先把它清出来 整完以后 先往里面扑端 到时候进里边就干净多了 这不会瓦镜 它不是一个好修车的 这回就板着了 这些沙子就不能往这炉堂里头掉了 先砖出一个 砖出一个炉堂来 然后再把这些面砖在铺里边 那就板着 鸡虹脱鞋 这会儿 那我们有点确定 还没用 让他们再装 然后再装 这边 我们要先扶擠 然后再装 我们要再装 我们要先扶擠 这就有个家的样子,咱们把这个地砖铺上以后, 感觉就不一样了,而且说很干净,后边这个经常吊土的位置, 因为咱在烧着炉的过程中,它这个温度上升, 这个沙子和土会往下流,把后边也挡死了, 慢慢来吧,一天一个样,把这个炉坑了, 这现在也把它填上了,这个炉坑咱也用砖围上了, 这样的话它就不会往下塌了,因为都是沙土嘛, 现在就干净多了,然后今天咱那个地砖啊, 大理石的只有11块,那个位置咱们再想办法, 到时候再找材料,然后就可以把它铺上了, 慢慢干吧,一天一个样,每天都有新的变化, 朋友们,咱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啊, 感谢支持,谢谢观众,咱们下期再见,拜拜了。